大家好 歡迎回來芒響編輯部的笑聲芒新聞節目時段 今節有個許傘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 這段影片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節回來想跟大家繼續跟進一下美斯事件 後續自己有什麼看法 隨著還有其他不同的人樂切不疲 就這件事的分析 例如一些意見領袖 我也得出一些的看法 當然再加上網民的反應等等 例如我見到什麼人有什麼說 舉個例子 其實有四個 第一就是湯文亮 第二 陶傑 第三 蕭若元 第四 還有就是曾俊華 這幾個人混合 也會看到一些社會現象 也會產生一些分裂出來 我意思只是看法 當然直白說 可能有些聽眾聽到我們的台 有不同的主持都會就著美斯事件 有不同的意見 可能你們會說是分裂 打對台 還是怎樣 別人怎麼看 一件事 我自己 可以覺得叫做 有個的看法 又沒有什麼分裂 也不會說要罵人 還是怎樣 從這個理性分析 會比較好 好一點 待會都可以說多幾句 我也有聽 也有去了解 其他主持就著這件事有什麼分析 都可以 我覺得 設計 要 小心 被人 誤導了一件事 或者叫大風向 將這件事 去到一個 很誇張的 位置 首先 第一要說一下 蕭若元 看他在新近 過新年 是否較早前 通圓波仔 那個人 沒那麼擔心 就說精神爽利 還是怎樣 他穿著 阿根廷的波衣 戴著墨超 分析這件事 說這件事 現在變成怎樣 等等 誇張得 現在說到 在內地 兩場的 友誼賽 一場就北京 一場就 杭州 取消了 轉了 去 美國 究竟是真與不真 遲些才知道 是不是美國的話 將他 帶到一個點 就是說 國際米亞蜜 跟CIA有關 再說一說 說到 相關的賽事 跟美國背後 什麼的陰謀 有關 為什麼內地 是不是現在 驚覺到這件事 還是怎樣怎樣 為什麼這一隊 國際米亞蜜 來香港之前 你又不說 呢 當美斯 黑口黑臉 在香港 No show 事件 爆了出來 去到現在 這麼大件事 你才說 CIA 老實說 如果連你 這個所謂 引號流亡 去台灣的 老人家 都知道 是CIA 有關的話 請問 為什麼 國家方面 會 理解 或者不知道 當中的 問題呢 你說是不是因為現在知道了 所以才要取消呢 如果你真是相信這個蕭若元 帶出來的風向 和什麼說法 這就不是風向 那個風 加多幾滑 變成風癲的風 瘋了才會相信這些 如果有些人 就給他這些說法 發起瘋來 在哪邊留言 還是怎樣 然後 造成社會現象 網路上的現象 去說 說什麼怎麼可能 講一下國際法 將背後什麼什麼 是何 就老實說 你說一個人 美詩這樣 我覺得 很多的 网民 絕大部分 都是 針對他 那個 黑口黑面 態度不好 或者對 當時 現場的 球迷 就是入場的觀眾 等等 那個的態度 和那個回應 是 相當之 過分 然後去到日本 但是你的態度 180度 就是差很遠 還能夠叫上場 其實再說一次 那個引爆點是大家都看著你去到日本 究竟是怎樣才去到今時今日的局面 其實在香港大家是生氣他的反應 那個漠視 雙手插袋 走到後面 拍到你 或者被你走前一點 有媒體拍到你這些 排排站的照片 拿出來做新聞的照片 好像會刺激到別人的瀏覽量 媒體的廣告收入會刺激了 你都可以慌死蝕底 不要被人看見你 你看我不賭 你看我不賭 賭合 周星馳的玩法 你這樣的話真是黑人爭到爆炸 這些行為是很可惡的 這個就是蕭若元的瘋子 將他講到這個層次 可能真的有一些人相信 相信了可能會很憤怒這件事 或者可能覺得很好笑 為什麼弄了一堂這樣的事出來 你說如果CIA背後 美國操縱叫他出來 不要踢 如果你相信我也不好意思說一句 會不會有點疑 誇張了一點 然後到陶傑 他主打的是什麼呢 小龍DNA 他那個走勢是怎樣的呢 他一開始說到國際賣物 來到香港好像湯水魚 那些什麼呢 那些什麼呢 強烈恥笑 就是球迷 或者入場的觀眾中伏 再講講講下去 最新鎮 他將這件事 歸咎於小龍DNA 令到大家 就是會 民族情緒 什麼民粹性 還是怎樣怎樣 老實 是 有小部分的球迷 可能會這樣也不頂 這個我們不能夠叫排除 一樣米一樣白人 當時現場 三萬八千多人 還有其他不同的網路上的朋友的留言 一定會有這些 如果你將這些東西 無限放大 去到說 那你就 撿著幾個人 就幻化成所有的球迷 都是這種的情緒 其實老實說 我看到 或者我留意到那個反應 其實大家都是針對美斯的行為為主 你說他不去跟得這個阿根廷 去到內地兩場那些友誼賽 即是沒有他們的粉 即是要取消 眾所周知的問題 還是怎樣 這個我們見到 國家方面這樣說 也可以再引伸下去 就是康文亮的說法 這個呢 待會再講 講到陶傑這裡一點點 為什麼呢 他再跟著呢 就講到是民族情緒 就說什麼 香港又有這樣的 吵吵吵吵吵 又說什麼內卷 意思呢 在內地裡面 卷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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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講越誇張 就越講越煽動到一種 或者叫做 引發到什麼民族仇恨 或者是那些民粹 就被全世界見到 現在這個情況 就會害怕了 來中國做生意 其實他們這些黃絲的KOL 就是有這個心態 這些就是他們帶出來的風向 亦都可以導致到 有一些網民 可能聽了他們 信了他們 即是會這樣說 他們 聽完他們 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黃絲的KOL 分析 就有這樣的看法 又好像真是真 然後走到不同的地方 留言 他們去留言的地方 甚至乎 會是一些理性分析 這件事件 人的地方也有 或者他們所謂的對家 藍絲 亦都可以 這些 他們網路上的自由 那你問我 我會不會 blog了某些人的留言 即是在我們的節目 我意思是在我 或者我和義德台人一起錄的節目 我會不會 blog 會不會 delete 那我沒有 你喜歡就留 如果你辱罵我的 甚至乎辱罵其他的慶眾 如果真的被我看到 我都會刪掉你的 即是你沒有理由罵人 不關人的 要不就拿你的道理出來 我看到這些網民的留言 都挺精闢的 有些都挺有創意 我都想去回應一下這些 這些 算不算幾道盲模 等一下我們一起去分析這件事 好了 陶傑這樣的話 可能有一些人 都會走去看了陶傑這些 就會覺得 哎呀真的不好 當你看完陶傑這樣說 你就看下網路上 一些很情緒性 即是民族情緒 高漲那些留言的話 你又會 焦點就會被 陶傑帶了風向 記住 你不是一定相信陶傑的 可能你會看了陶傑這樣說 之後 再看那些民族情緒上了頭的 你又會覺得 對呀 陶傑可能真的說真的 講中了 哎呀搞到這樣的 多難看 不要這樣做 這樣 所以 你只是焦點 看到那件事 你就會沒有辦法 留意到全局 究竟是怎樣的 好了 要再回來 說 湯文亮 他就引述了 一些 看法 即是見到 KOL化 即是他們說的 他都留意到一點 即是說 覺得最興奮 是否國家方面 什麼民族情緒 那些 或者說到 內地方面 好有損失 還是怎樣怎樣 那些 或者背後什麼陰謀 都是黃絲 移民KOL 那些 移英KOL 那些最興奮 還是怎樣怎樣 這樣 即是覺得香港好有損失 國家好有損失 那些 就是這些所謂的 他口中的移英KOL 我們歸類為的黃絲為主 因為他們對這件事很興奮 也覺得羞辱了 總之 特區政府有什麼 頭暈生氣不開心 不高興 要回應 那些 他們是異常興奮的 直接吃得興奮劑 那麼興奮 總之大量地吃 湯文亮的意思就是說 美絲是傷很多 當然他似乎 意料之外 內地的市場 或者叫中國的市場 整體來說 香港等等 因為都是國家的一部分 那麼現在 我們都見到的 一些網民都說 哎呀香港的 只是佔了一部分 那麼因此 也都帶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會認為 我們都見到一些留言 幾多都會罵我這件事 就說 你看一下 就是有些人這樣罵 說你們兩個 即是我和意得同樣 大風向 現在呢 只懂得說美絲的損失 多少多少多少 有沒有看看國家的損失 多少多少 在這個友誼賽這兩場來說 或者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加多的損失呢 看看呢 盛事還搞不搞得到 那為什麼說這些人 有可能是一種 盲無的現象呢 對比一下 老實說 現在 杭州和北京這兩場的友誼賽 請問我們見不見到 較早前 很多網民 就可能要國家方面 要求他取消取消取消 我們不要見到亞根廷 可能網路上大家有言論自由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表達 但是呢 你又說 有沒有看到是真的叫做 迫令國家方面 甚至乎被很大的壓力 很鼓措地 在民間上看到 例如對於一些 亞根廷的店舖 又破壞他 跟美絲有關的品牌 又這樣那樣 又怎樣 有沒有說要去 Adidas外面 拿著美絲的海報 又做這樣做那樣 請問是否真的叫做民族情緒上頭 亦都不見得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 沒有 所以 只是網路上 被人放大 某些民族情緒 真的上頭的人 就不要受到這些 陶傑 蕭若元 其他黃友 移英KOL的影響 這個就是這樣 湯文良某程度上的意思 再者 這兩場友誼賽 是國家方面主動說要去cancel 即使國家方面都覺得 我們承受得到取消所帶來的所謂的影響 還有 堂堂世界上來說 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 是 見到數據上 或見到內地方面 那個經濟是差了 但是全世界都是一起捱緊 一起叉緊的 你說那些什麼英國 美國 能不能夠叫做獨善其身呢 阿根廷就不用說了 他們那個國家的問題 那個經濟 或者那個貧窮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這些 為什麽 希望可以憑著足球 或者這些 好像巴西那些 也是 明成利就 就可以脫貧 或者帶動其他的經濟 還是怎樣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 真的 去到美斯也好 斯朗拿道也好 你看回他們小時候的童年 大家都知道了 整個鬥子女 家人很多家族等等 踢了球 成了名 賺到錢 拍到他們 不會說什麼盲本 對家人很好 照顧他們 養他們 整個群 整個鬥人 經常都看到這些 大家都明白 老實說 真的沒有了這兩場的友誼賽 我想 究竟是佔全國的GDP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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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句 國家主動去取消 那有什麽問題 這個是國家的決定 如果有些人現在在咬牙切齒 又說對於國家的經濟影響有多大 怎樣怎樣 還會罵我 我看見網民在罵我 我覺得挺有趣的 甚至乎 直白點說 我們有其他主持 都可能會提到 例如影響了那些人 去賣那些翻版球衣 或者其他不同的經濟活動等等 倒轉 是不是因為 要顧及到 這些賣老翻球衣的人 或者其他老翻球鞋 海報 周邊的人 甚至乎真正式的Official的友誼賽 裡面所涉及的商業活動等等 是不是因為這樣 就要冒著這個風險 要讓阿根廷的兩場友誼賽 在內地繼續舉行 所以呢 湯文亮就帶了一點出來 就是說 經濟上的問題 大家試想想一下 杭州當時公佈 這個單身的時候 說眾所周知的原因 我想想想 其實 真的不同人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都看漏了一點 或者都思考漏了一點 今次都可以叫補回 如果大吉利是 阿根廷隊 假設官方的宣傳裡面 又好像香港那樣 除了有美司之外 還有其他的 阿根廷國家隊的成員 用來做海報 大家的球迷 又預期美斯會下場 然後 如果美斯沒有下場 不要緊 說明我們來看 阿根廷的國家隊 記住 阿根廷國家隊 和國際賣物 又是兩回事 老實 如果賣物 國際這一場 大家都期望 是想見到美斯 是不是 我都不厭其煩 再重複一次 如果美斯不出場 都請你 如果大家這麼來支持你的話 還是怎樣怎樣 是不是你應該都要 延伸給一個正確的回應 大家就好像主辦方面所說 是不是 你不回應的話 都不要這樣的面口 是不是 去到日本 然後又不是這樣 再說一次 大家生氣的東西 是這裡 所以你說他在香港這樣 這樣 什麼不舒服 其實大家 某程度上都會接受 或者叫做懷疑 所以就要看你在日本 那裏才去 吹爆你 其實就是這樣 假設去到內地 重複相關的情況 即是說到好像你會出場 會獻記 還是怎樣怎樣 然後又掉底 又黑臉 又其他不同的態度上的事情 令到球迷相當不滿 甚至乎 會不會阿根廷國家隊 到時候做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出來 令到球迷相當失望的話 這個不知道有什麼可能性會出來 怎麼知道 一不離二 二不離三 大家看到 美斯他的回應 他是沒有 就著這件事 去道歉過的 還說很希望回來內地 再給大家看看他踢球 還是怎樣的 但是呢 你不斷強調就是你有傷勢 那我就幾難接受 你說到這麼嚴重的話 即是你從沙特可以踢到7分鐘 然後去到香港 就一分鐘都沒有 理論上來說 你應該比沙特更嚴重 但幾天之內的事 就去到日本 哇 生龍活虎一樣 還可以踢足30分鐘 即是那個變化 大家看到嗎 你應該是向著走下坡 你應該比沙特更嚴重 但是突然間還超越了沙特的時候的狀態 是不是那個反差很大 這個呢 我們要記緊看那個問題在哪裏 嚴格來說 這些友誼賽所帶出來的經濟 理論上來說 如果你說就著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就要引讓他們這些行為 我覺得有時候做生意的事 大家都明白的 我們在一些都市的現象 爭執都會見到的 例如什麼 不做你生意就走 不搶你那一碗兩碗牛腩 那時候那個蟹 還是那個阿嬸還是老闆娘 還叫人留錢來看醫生 是的 他的態度不好 但是呢 我們不是就著當時誰是誰非 有時候做生意 我不做你生意了 又或者呢 有些的士司機就說 我不收你錢了 你走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你走 然後還要報警 當然啦 記住 都不是說哪個人是那次的事 誰是誰非 哪怕是去到的士司機 狗技牛腩都好 他們都會說一句 不做你生意 不搶在你 的士司機 難賺吃 大家都知道 狗技你說就人潮如勇 滔滔不絕 但是的士司機不是 但有時候呢 煩起來 我真的寧願 你快點走 我不想見到煩 你說帶來的損失 是不是叫做很多 創造幾億的生意 那些還是怎樣 大家又覺得值不值得呢 為了一些賣老翻的人 可能會就著這些友誼賽 可以叫做發一筆小財 大財又未必可以的 而去令到這麼多廣大的球迷 或者支持者 或者一些觀眾 會有所不高興 或者引來社會更大的紛爭 再者 老實說 現在美斯在內地的市場 那些廣告代言等等 已經有一定的影響了 老實 如果他又衰多禍的話 或者有其他的隊員 又搞到一些不好的東西出來 令到相關的真正 例如一些大型的品牌 在內地這兩場友誼賽的時候 有什麼贊助呢 如果出現了什麼亂指的話 可能日後牽涉到一些更加公司的大型品牌 他們都會害怕 到時的影響 是遠遠超越這些所謂的老翻球衣 老翻產品 帶來所牽涉到的影響 我們記住 當然是做一些品牌的生意 我寧願到時有一個正正常常 類似這些足球活動的時候 他們的球星又帶動什麼LV 什麼行李箱 什麼產品 出了什麼活動 到時帶來更加多的經濟效益 可能多開幾個分店 做多幾個生意 這些更好 千萬不要為了那些什麼 翻版球衣 翻版物物那些 小生意 放棄更加大的市場 也不一定 要宏觀一點去看這件事 再回來講 我們看到曾俊華這些瘋子 他也說自己在現場 曾蔭權也有去 就說自己也有喊回水 他有說自己現場的實況是怎樣 之後呢 就再將這件事 回到特區政府那裡 就說 哎呀 為什麼呢 近年來講 這個特區政府搞什麼 為什麼都會變成這麼民粹呢 令到大家這麼不開心的呢 整件事 老實說 這麼大個人 男人老狗 好心 一就一 二就二 不要這樣暗示這些 老實 你自己做財爺的時候 或者自己在政府一員的時候 請問你有沒有試過 本來是好事 都變壞事 炒過車的呢 不要跟我說沒有 因此你將這件事 就叫做放大槍 我也覺得挺好笑的 這些講法 再講一下 例如我們其他主持 也有提到一點 哎呀 他說呢 其實當時有三萬八千幾人 有多少人真的會去吵呢 那他就說 去銷委會投訴的人 只有那一千幾百 我給你一千多人 他好像這樣說 就算當你兩千 那樣 他就認為真正去吵的人 就是去銷委會投訴 或者去哪裡去投訴 就是這樣這樣的人 他說其他那些呢 沒事 不去銷委會投訴 就代表他們不生氣 他們不覺得有事 不是吧 這個呢 不要介意我直白一點這樣說 好像曾俊華 例如盧密雪那些 他們有沒有說自己去銷委會投訴 可能有都不定 但是呢 你說其他人呢 我自己眼見 網路上有些人都說 自己哪有空呢 去銷委會 又報這樣 又報那樣 不煩的 是吧 虧一場球 上網罵一下 或者和大家 分享一下 那個憤怒在哪裏 如果你說去銷委會投訴 先等於 是對這場球的不滿 其他呢 就是代表收貨的 我覺得呢 可以這樣 那麼簡單 就去解釋到這件事了 是吧 那因此呢 究竟是些什麼人的大方向呢 如果你只是看著這些人帶出來的方向 再去看回網路上的說法 就是再去找回相關的留言出來去看 或者一些網民的反應 那你就覺得好像很民粹性 是不是 覺得很情緒性 什麼民族性 還是怎樣怎樣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千萬不要被這些人帶到風向 我們保持自己的理性思考 就是最重要的 如果呢 如果呢 官方 例如香港特拉 就是特拉Asia 甚至乎政府 那他們說話 你們就不相信 我背後有消息 或者我有一些什麼 內幕人士跟我們說 什麼知情人士跟我說 那些還是怎樣的 嘩 我就 始終都是那句 如果呢 你去到特拉Asia 搬了條數出來 你都不相信 那就沒得好說了 那好像蕭若元那些 就說什麼CIA 那些 就更加癡善 那這些癡善的東西 有市場的話 這些人就會繼續說 就是這麼簡單 這次就長了一點 不過呢 我想就著這件事 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否釋 看到網路上的現象 甚至乎間接地回應了一些 就是罵我們 沒有留意到國家所帶出來的損失 還是怎樣怎樣 我覺得呢 如果國家呢 覺得這些損失 是自己能夠承擔得到 或者都不當是什麼一回事的話 那你又何以要這麼大反應 或者擔心什麼 有沒有人還敢來香港做生意 還是怎樣 不要讓那些黃絲 帶到你的方向 或者你的風向 去了這樣想 然後呢 就信了他們這樣說 好像似乎層 然後呢 再罵一些人 去分析這件事 或者怎樣去看這件事 好 不要緊 你們有什麼批評呢 不妨一起留言說 我始終也是那句 我覺得美斯這樣做 是相當之不對 相當之恨人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或者那個問題 是他自己造成的 你說有沒有人要杯割這個國際碼碼 還是怎樣 說到底都不是說叫杯割阿根廷國家隊 只不過呢 這位人兄呢 真的眾所周知 那個行為行徑 變成這樣 或者叫這麼飄忽 或者意思是他的狀態 難以觸摸 那就不好意思 到時候在內地搞出什麼的風波 可能引起來的延後的經濟也好 或者民間的反應 這些事可面側面 多謝心靈 好 這次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